既然有序入车倒车 几十台校车像机器操作一般 整齐有规律 这是东山高中上下课日常 学生来自四面八方 校车接送很重要 我们每天都是早上大概五点半 接学生到学校 大约七点二十分前就到学校 真的是缺工缺人 那因为每个人都有家庭 还有小孩 然后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跑校车是中间的时候 我们另外额外的捡裁 在东山高中这里 有九十四条线路 也就是有九十四台的校车 每天负责学生的通勤跟上下课 未来随着这个上线的年龄放宽 对于司机们来说 也是一大非常好的福音 九十四条路线 九十四台车最远地区 远到新北万里 东山高中五十多年历史 校车阵容庞大非常有名 而近来交易部发布修正案 考量役后缺工 驾驶人力短缺 配合交通部法规 4号修正发布 学生交通车办法 有条件地让国高中交通车驾驶 从年龄限制65岁 延长到68岁 我们这边算是缺几位 可是我知道的公车 真的缺了很多 目前65岁原则上 目前我们遇到的都是说 他可能开了公车 开了二三十年 然后到了60岁左右 他就退休了 因为很多司机回流之后 所有的游览车 就会以比较高的价钱 去聘请他们 相对的就要压缩他的交通车 所以我认为65到68是有必要的 但是就按照政府的法规之下 必须要完成相关健康检查 以及配套措施 给学生一个安全的 安全的搭乘的空间 这个是有必要的 调整年限隐隐缺工 司机表示真的很重要 尤其疫情之后 司机难找 更多人寻求高薪机会 让校车司机更加困难 而校车司机属于时间固定 中间又有大量的休息时间 非常适合中高龄民众 有鉴于此 消防跟司机乐见上线开放 给予更多弹性空间 我觉得这样可以 补足很多的缺口 因为毕竟65到68 其实以现在 国人的工作来讲 还算年轻 有时都6568 他的体力 他各方面甚至可能会 比50几岁的好 学生早上上学之后 下一趟放学 一定都在4点以后 尤其是这种国中高中的 那可是你看到 社区接送 他可能一小时要开一班 他的体力上面 负荷会比较大 那交通 学生的交通车 相对的休息时间 肯定是更长的 根据统计 112学年度 全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学生交通车 驾驶人员 共有7086人 全部都在65岁以下 消防表示 五六十岁的司机非常多 健康条件也允许 如果放宽 很有帮助 再一步表示 有条件的限制 包含规定交通车 要装GPS 还有相关管理系统 提供动态资讯 驾驶人得通过体检 而且这次延长的是 国高中第二类交通车 在于幼儿 还有国小学生的 第一类交通车 依旧维持65岁以下的规定 我们也订定了 相关的配套措施 包括所提供的车辆 必须是依照 交通部相关法规 装置GPS 以及相关管理系统 并提供动态资讯的 游览车 另外驾驶人 也必须依照 交通部规定 通过体格检查 认知功能测验 或是无视制证等 并强化公尺的管控 另外教育部 特别要求 必须要经过 两次的公开征求 都找不到65岁以下的驾驶人 学校才可以征求 延龄到68岁的驾驶人 上线放宽 调度弹性 配套上也得更加多元 才能有望 暂时舒缓 校车四季簧 TVN新闻何江南亚明 台北查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